我是骨二代 從小到大都在醫館長大 以前在醫館好像一個辦公室 或者一個工作的地方 所以我想把診所轉為遊樂場 開心點的地方 對於病人有些幫助 我女兒平時又可以下來玩 再試一次 痛嗎?不行嗎? 你打我這裡 好,來一下,準一點 1、2、3,完成 爸爸看到這個,之後去買給我 這個鐵打醫管用粉紅色和呼嚨骨頭為主 粉紅色是女兒喜歡的顏色 呼嚨骨頭就是鐵打 我們醫筋骨的主要標誌 如果進來不是看證 進來打卡,我也很歡迎 因為我覺得多謝她欣賞我的設計 或者裝修 這裏有一半的設計 裝飾 她的女兒也有份參與 我和她一起合作 我和她一起合作 一起貼貼紙、油顏色 貼一下公仔 都會一起做 好,你幫我撕 我貼上臉 然後下面我就交給你 我就去休息下班了 好嗎? 貼啊 我貼下面的時候 應該你幫我撕 你就想 應該我現在要幫你撕 哎呀,我們合作 那你貼下面的時候 我幫你撕 這個啊 這個啊 哎呀,看不到 好 是不是到你了?交換了 當然做單親爸爸 或者單親家庭的時候 一個人要做兩份兼顧的時候 就會比較辛苦些 何況 現在這樣的年紀 開始比較難、麻煩些 開始發育期很多問題 有時爸爸未必可以 那麼直接說到給他聽 我知道了 你知道嗎 在暑假 我想我爸爸帶我回大陸 明天我和你回大陸 看消失的我 他啊 消失的我 你啊 你啊 因為每天工作13個小時 所以就是下舖上居 將家庭和店舖的東西 二合一 這樣就可以一邊工作 一邊照顧一下女兒 我們可以將工作、家庭融合一齊 同一時間同步處理兩件事 這樣才可以雙倍時間完成 我每天要做的事情 所以就會選擇下舖上居去生活 那這裏呢 就是和我女兒住的地方 晚上收工就經過一條樓梯 上到來 一個廚房 然後有兩間房 你下來幫我拍攝 沒有人上班 今天我都要特意找個義工 你現在這樣穿雙鞋下來 走吧 我們一般做公益活動的時候 我盡量都會帶女兒一起去做 你中間 這兩個 好 她有線紙的 行 收 來啊 來啊 一個一個不急 好 好 我希望她盡下社會責任 體驗多一些基層社會的難處 我們作為一個小店的店舖 我從小都在長沙灣長大 決定要盡量盡自己能力 去幫一幫長沙灣的街坊 我們會有派福袋 還有我和幾個機構都有做義診 其中一個基礎就是單親協會 因為我自己一個個都是一個單親爸爸 所以我希望為一個單親協會出一分力 幫一些基層的市民做一些義診的服務 這個鐵打管全部都是我設計的 第一 這個門 上面有頸肩 爪 手腕 腰 寬 膝拐 好像一些汽水機一樣 按了價錢便推門進來 然後一路去到這個 這手絲由一數到十 都是我自己作的 我自己設計的 我自己去訂的 你看到這裡有很多設計 當然設計的概念 是源自我去設計出來的 但是我又不懂畫畫 所以這裡的畫 就是我設計了之後 叫朋友幫我去畫的 這裏所有的東西都是粉紅色 因為我女兒喜歡粉紅色 所以我現在用的工具 你看到所有的椅子和配件 都是以粉紅色做主題為主 這個粉紅色的外網器 主要幫病人鬆筋 我覺得要用粉紅色的東西 每天開工才會精神一點 我感覺她很有愛心 她有愛心 因為女兒喜歡的東西 她喜歡 一個好一個父親 現在她對病人都關心 她每一次看到她問她 進展以後 要怎樣保養自己 上面那種就燒了很多 剩下這裏那一塊 你主要集中做這裏就行了 好 那今天起碼走到一點 好一點 是的 進展不錯 這裏問完可以問了橙色 問完橙色再搓 橙然後才到藍 好似 她說好機的顏色 不是 她坐椅子的顏色 對 茶餐廳可能會用數字來做桌號 這裏不夠十張椅 我們用顏色 椅子又會紛紛一點 還有我跟她溝通的時候 就會比較清晰一點 這些位置疼不疼 有時候走得通 走的時候就疼 走的時候有點疼 走的時候有點疼 哪個位置疼 都是腳眼 其實去看醫生 我們除了幫她治療 就要教她怎樣平時保養 對她將來不容易受傷 或者勞損都幫助她健康一點 這個是我們做醫師的責任 你明天走的時候 你這裏不走 走完便不疼 怎樣不走下面 很深 不太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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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試一次給你看 你要 腳碗有沒有動到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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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走得急 這個便有了 即是腳欠落 對 走慢一點 你盡量不要讓腳碗這個位置動到她 那她便沒事了 我們做社區的醫管 我們大部份 有一半的病人都是街坊 也有很多病人 而且醫生也要細心 而且如果可以更厲害 你便一眼關心 看完病人的臉色 真的 或者她突然間有些不舒服 我們都要馬上知道 所以這個是幾十年訓練回來的功力 是甚麼事 你看她 她的手弄傷 哪裡弄傷 弄傷了 脫了膠 跟著現在屈不屈得起來 是嗎 她一舉起便會痛 看得到靜線 我先幫她拆麥克風 怎麼了 都未弄 你要不要換她 開 開 開 剛才聽到聲音 幫她敷了 剛才幫她檢查後 就脫了膠 剛才 然後 就處理了她 幫她包紮好 就可以我們繼續拍攝 我覺得 做一個醫生 應該見到 有些人要幫的 盡量要立即可以處理到的 就立即幫她處理 不是說 是淺的問題 她進來 盡我們醫生的本分 盡快幫她 醫治 或者處理她的環處 其實我們中醫 或者很多醫生都已經不同的改革 就像中醫一樣 現在看中醫的大部分的診所都用一些沖劑 我們鐵打這麼久都沒有人改革過 都好像很傳統進去 暗暗沉沉 擦一擦 即是沒有什麼改革過 所以這裡有很多設計 在膚料上面 我們會加一些 icon 公仔 或者一些溫馨的字句 痛少些 走少些 或者一些特別的卡通公仔 讓病人開心一點 令到她可以打卡 在疫情期間 我們設計了一些外賣藥包 方便病人來一次看鐵打的時候 再買幾幅藥回去 讓她們回去自己敷 現在正在去我媽媽的鐵打醫館 我媽媽的鐵打醫館 都是在長沙環的 過兩條街便到了 這裡就是我媽媽的鐵打醫館 蔡禪興壽南梁堅 這些比較傳統的醫館 會用壽南的字 去兒子做的鐵打醫館 沒有存子去承傳下去 這是我媽媽的鐵打醫館 這是我媽媽的鐵打醫館 我小時候讀中學的時候 都是住在這裡 我床的高度就是現在的高度 其實在這裡住 真的住得很辛苦 而且很悶 我相信我十幾年來都沒有笑過 因為又要公譜 自己又要上學 兩個小孩又要上學 現在就知道什麼叫笑 以前真的不知道 當時我媽媽帶著兩個 我當時都不覺得辛苦 因為我是小朋友 我現在做了爸爸 我要一個人照顧女兒 就感覺到很辛苦 原來一個人照顧女兒也很辛苦 原來媽媽當年一個人照顧 我們兩個更加辛苦 忍耐我覺得才是最辛苦 因為小時候她不明白 為什麼父母會離婚 所以她爸爸說要跟我離婚之後 她沒有叫過我當媽媽 我想起碼有十年多 其實我覺得一個人其實都挺辛苦 最慘的不能跟別人說 任何人都不能說 我小時候的招牌 我媽媽都幫我寫了我的名字 直至現在 我就算現在都算成功的話 我媽媽也有保持我的招牌在這裡 如果當年沒有這個招牌 可能今天沒有我現在這個招牌 所以我很感謝我媽媽 一直這樣讓著我 教我、照顧我 我小時候媽媽都經常說我一句話 你長大就知道 你將來生了子女 你就有同樣感受 現在我有個女兒 單親了感受更加大 所以我希望保持我媽媽 那麼努力、那麼堅強 抽大一個女兒 我們會不會再過 我們會不會再過 我會不會再過 我會不會再過 我會睡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